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am old man in a new game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方舟生存進化啦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老頭呢列了一個項目哦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辦法把它全部做完哦 哎事情還蠻多的 啊想說 想要把一些想做的事情呢 把它濃縮到一集啊 不過一集只有十分鐘左右 其實 其實還挺趕的就是了 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啊首先哦 在在準備之前我想問一下各位哦 這個傳送門的部分呢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那種比我還老的那種老鳥 就是這傳送門上次我不是講解說可以任意傳送嗎 結果我後來發現了這個傳送門到了洞窟之後就傳不進去了 但是我印象中 以前在玩的時候這個是可以傳的啊 像是這個上一集 啊 那個石油的部分哦 老頭是沒有辦法 傳到洞窟裡面的後來蓋好之後傳不進去哦 然後老頭找到了解決的方法哦 這個方法就是呢 把它蓋在洞窟外面 哎 直接把它蓋在洞窟的外面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那只要是在洞窟裡面哦 你只要放傳送門 哦 哦 現在是放在外面嘛 然後那個那個暴龍在那邊不要理他 我們先趕快進來 哦 那時候只要是放在裡面絕對沒辦法傳送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要怎麼解決 哎 如果有那種 很老的那種老手知道這怎麼解決的話呢 一樣哦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哈哈哈哈 啊 老頭 哦 要指教一下 啊我有試過就是去這個後台設定哦 什麼洞窟內可以飛行啊 洞窟內可以 可以蓋房子啊 洞窟內可以幹嘛的 這個我都打勾了 但是還是不能傳 啊 我是不知道這個怎麼解決就是了 啊 如果你們真的知道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不然的話 我必須要走一段路才能進來 也不是說不行了 因為畢竟石油礦很近嘛 對啊 啊 如果是那種 需要到達很深的地方才能採礦 或者是才能採一些素材 那你只能放在門口啊 就真的不是很方便的 還有關於A進的部分哦 A進的部分有觀眾說 哦 你這個A進呢 他除了 除了哦 A進是我們現在手上弄的這個望眼鏡 我怕有人不知道 A進呢 就是除了說你照恐龍之外呢 像是這種空投物資哦 有沒有 你去照他 就可以顯示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就不你就根本不需要去 呃類似像開開那種驚喜包之類的 你只要光是照 你看左邊就有血了 哦 這個BP的話 應該是 藍圖 哦 裡面有火箭導彈哦 有點想要拿 然後他好像快死了 他現在剩下20滴血 這都是藍圖 我們一併把他剪一剪 OK 哦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有什麼東西了 就不用那麼麻煩還要過去開之類的 哎 這個望眼鏡真的超級神好用 不過他有很多功能我還不太會哦 如果你們知道這些功能呢 哦 就一樣歡迎告訴我 哈哈 讓我知道 好不好 好 那我先整理一下包包哦 好的 那 這這兩件事情講完了之後呢 老頭今天想要蓋一些東西哦 就是我們這個熔爐的部分 老頭想要把他做一個升級 哎 他現在是這樣子嗎 哎 還在很早期的那種 燒鐵的階段哦 但是這個燒鐵速度實在是太慢了 哎 老頭呢 就一直燒一直燒 不斷燒 然後一直燒鐵一直爽 把他燒到就是 數量已經達到了 可以蓋這個 進階版熔爐的一個程度了 像是我們現在這邊總共一千五百多個嘛 我們有三千零五十個金屬錠 哦 我們現在可以蓋這個工業熔爐哦 那依照老頭的習慣哦 老頭通常都會蓋兩個 啊 不過由於我們現在金屬錠不夠嘛 我們只能蓋一個 那基本上這個殘鐵的速度是非常的驚人哦 我們等一下待會就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就把這個工業熔爐放在我們這個 機床的後方 太棒了太棒了 嗯 那一四哦 有過大一掌的 想要怎麼放比較好啊 嗯 這樣子 到 不能旋轉是不是 我以為可以旋轉了 不是按下去都可以旋轉嗎 你再蓋一次哦 加他們就蓋一切 蓋這樣子好了 應該是不會突出來吧 好像有點太急了 算了 不管了 工業熔爐蓋出來了 而且好像有點歪掉哎 哇 歪掉了 不行 啊 不能 不能 不能把他撿起來了 呵呵呵呵 為什麼 算了 不管了 好 那我們就把金屬錠全部都給帶過來哦 這個工業熔爐好像 放哎放木頭不知道行不行哦 如果他會一下燒金屬錠一下燒成汽油那我覺得還蠻讚的 好不行他也直接給你燒成這個金屬錠哦 好一次燒20個 這個速度遠比這個金煉爐快太多了 快太多了 哎 他直接把他燒成汽油了 然後我的皮革就這樣沒了 哈哈哈哈 哇 突然覺得好猛哦 那他是消耗多少個換取金屬錠啊 現在是3470 我來看一下哦 3470然後待會跳多少 3470 消耗40個換20個金屬錠 那其實是1比2啊 跟那個金煉爐一樣1比2啊 只是他一次是跳躍性的燒掉嗎 一次跳躍性的燒20個出來 所以說我這邊的話除以2 那我這邊可以燒1000多顆哎 好猛哦 好沒關係讓他繼續燒 好不管了 好了 我們現在工業熔爐蓋出來了哦 老頭準備要去抓這個阿根廷巨英哦 好阿根廷巨英的話 個人認為是在方舟裡面還算是一個活動力非常好的一個生物 好吧 那我們就直接飛石油的地區哦 我們來去抓阿根廷 看一下有沒有顏色比較漂亮的 好 好抓一隻回來 好再把他等級練一練 好 我們來找一下啊 這邊阿根廷非常的多任君挑選 我記得我上一次呢 有找到一隻阿根廷看起來超級像鸚鵡的 就是那個配色啊 很像金太陽 我們家養的那一隻金太陽 欸才剛講說那一隻 這隻我就超想抓的 這顏色超好看的 這隻阿 這有點像金太陽吧 等級5的阿根廷 很適合 好 那我們就 速度 速度與激情 好不好去哪裡啊 我們金太陽勒 哇 他在那個地方會不會有點尷尬 啊 這隻是我的阿 哇靠加那麼多 今晚凶狠哦 欸那隻金太陽逃跑 因爲他快要他快要暈了 我要把這些打死一下好了 這一隻等級蠻高的 不過我不要他的配色 啊 有 然後這一隻正在飛嗎 夠過來 有中獎 我去保護他一下 他落在這邊剛好沒有半隻孔 這個位置非常好 來來來 直接餵你吃肉 好不囉嗦 哦 你看這個尾巴還蠻好看的啊 哎 這邊怎麼會有孔狼 靠北怎麼會有霸王龍 哎呦哎呦 不行不行不行 把他抵下去 把應該 哦 不 哦 你們這些王八蛋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金太陽 知道再找一隻了 中獎 好 這邊很安全 掉到這裡來 找到那時候把金太陽帶到這個地方了 呃 呃 太可惜了 啊 他有吃啊 只是他寶石都要很久才有辦法吃啊 天啊 這寶石都要很久他才會刻 哦 麻 根廷抓到了他大腿肉一個就起來了 現在是比較麻煩的部分就是他的負重啊 我現在身上還蠻重的 哦 我要照慣例先給他刻一個這個 哦 然後現在阿根廷身上好像可以製作一些道具哦 還不錯啦 以前是沒有的 好啦 我們成功抓到了阿根廷巨英哦 那麼之後呢 哦 他就會陪伴我往後的這個 冒險的部分哦 哎 我們這個無恥一樓呢 在家裡宣告隱退了 這些東西都要給我 我還是比較鍾愛阿根廷巨英 好啦 那麼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喜歡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呢 防舟生存再見啦 下集見 拜拜